我現在要出征 我現在要出征 高唱我現在要出征 省智慧的競選總部成立這一天 有請台中市長盧秀燕 不過他似乎是撿到槍 說話很槍 來作祥其成 也是掛團隊對不對 我不知道什麼叫作祥其成 那我這次投入北北屯的選舉 是來耕種 是來耕耘的 不讓自己被說成是收割者 莊敬成回敬省智慧這個代名詞 省智慧委員是不是變色龍 我想從這一點選民自由公平 台中立委選舉第五選區的 省智慧想連任迎戰家鄉 在台中北屯大坑的莊敬成 國民黨聲勢好 他就在國民黨 那清明黨聲勢好 他就在清明黨 他就是這樣跳來跳去 哪邊有利他就跳哪邊 因為省智慧從原本的國民黨 轉換到清明黨 後來變成無黨籍 最後再回到國民黨 從上個世紀的一九九零年 開始當立委資歷 絕對夠自身 將近二十年前的這場記者會 省智慧戰鬥力十足 講得煞有其事 二十年後省智慧卻在台中祖孫 遭殺石車撵斃的告別式現場 說要提案修法 大型車應該加裝安全系統 做好防撞保障 但是 大卡車駕駛座上的 就是蘇貞昌 行政院長要驗證 大車視覺死角輔助系統 這套系統從二零二零年元旦起 更要列為汽車定檢項目 執行中的政策 省智慧卻說要提案修法 讓對手為此下了這樣的註解 我們的省委員 不要資深但是不做功課 這樣其實不是一個專業名義代表 該有的一個行為 立法委員的職責不是研究立法 就是監督政策 這下IP沒做功課就發言 對此省智慧陣營以掃接忙碌為由 暫時還沒做出回應 3015張的智章巨動 太宗報導 好 好 好